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款车是不是价位里面最值得大家期待的 下面咱们就先来说一说第三代的哈菲之六 第三代的哈菲之六采用了星空哲学的设计理念 我们可以看到中网这个位置非常有特点 它没有传统格栅的那种边界的限制 而且内部还是这种参数化的设计元素 特别的漂亮 来再看一看它的车位 车位采用了叫做四项之地的高位刹车灯 营造出了全新的视觉效果 对于喜欢科技感的年轻人而言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真是无法拒绝 其实几年前第三代哈菲之六上市的时候 我就简单过体验过一次 第三代H6的内饰给人一种中式极点风的感觉 那同时呢 新款车型还增加了科技纹理的试板 那再加上用料方面 很多地方都采用了软包的材质 所以说看上去更有一种豪华的气息 那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搭载了人脸识别功能 在A柱上面的这一个监视器 比如说你疲惫了你6号了 你注意力不集中 你没有专心开车 它就会监视到并且通过声音来提示你要 专注驾驶 注意安全 这两块屏幕其实也是集成了很多很多的功能 先说这一块悬浮之后的中控屏 你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常用的APP 包括抖音 那同时呢 在功能性的材料里面 就是这款车的功能性的设置 包括它的驾驶模式的选择 那么我们这款车是一个顶配车型 配备的是一个四驱系统 所以说它有雪地 沙地和越野模式 我们日常的方向盘的反馈 也可以通过按键进行一个调节 可以在舒适啊 运动跟轻便 这三种模式之间进行一个切换 那同时呢 也可以采用一些快捷的按键 比如说一键导航的公司 一键导航回家 等等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便捷 此外呢 它还配备了年轻人最常用的 语音识别功能 比如说 你好哈佛 我听着吗 把空调调节到20度 你看 像空调调节呀 像播放音乐呀 像设置导航这些操作 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完成 像这样非常人性化的功能啊 在第三代的H6的身上还有很多 比如说 通过手机啊 远程的控制这款车 包括啊 远程启动 远程控制空调 这样的话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我们上车之前 就可以通过手机 来将车内调节一个非常适合的这样一个车内的环境 那除了这些以外 其实这款车还有很多科技化的东西 比如说它也配备了自动泊车 那么它的自动泊车啊 无论是侧向还是90度 包括45度都可以识别操作 一会儿呢 咱们找一个合适的车位 我们体验一下 那咱们今天呢 就模拟一个90度的倒车入位 先点开它的三零元摄像头 就可以看到车前跟车车的情况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它就会告诉我向前行驶 搜索车位 找到一位 模拟两个车中间 选择一键搏入 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 松开刹车 它又往前上了一点 看来它是想一把轮倒进去 其实我刚才两个车 离开还是挺近的 给它造成一个比较难度的空间 它是自动的前后档位的切换 它的方向 它的档位都不需要人为的去操作 系统自动完成 可以啊 我觉得不够正 它又自己往前上了一下 这强迫症 只要我自己开的话 刚才那下午就下车锁门走人了 系统的话它要把车停的特别的正 如果整个厅程上都是自动摩车入位的话 我相信整个厅程上的车一定停的特别的起来 觉得是不是这样 OK三步结束 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怎么样 这个自动摩车还是比较靠谱吧 除了自动摩车以外 这款车还配备了一个功能 我比较喜欢 就是它的一个自动倒车循迹功能 前面有一 S弯 然后我们开进去看一看 这个 S弯真的挺极的 我没关系 这款车配备了360的环影 我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我的车的位置 离及我左右车轮的角度 前面我已经看不到路了 只能通过中控屏上面的摄像头 来看到自己的位置 现在挂入倒档 挂入倒档以后 这边的一排的功能就会点亮 点到这个小圈跟两个箭头的按钮 这就是循迹倒车 好 我现在就松开方向 然后右脚控制好刹车的力度 现在伸开刹车 哦 哦 漂亮 车辆就会自动的修正方向 然后按照刚才我前进的轨迹 再倒出去 是不是特别的厉害 我觉得这在尤其是这种狭窄的路况 比如我们走到死无痛了 倒不出去了又不能掉头 怎么办呢 就开启这个循迹倒车功能 对于新手 对于女司机来说 就真的太好用了 还有七米 六米五米 哦呦 还挺快的 哎真准 结束 然后我开始接管车辆 特别的车辆 特别的好用 我们这一次试驾的这一款第三代的Half H6 可是一个大满配啊 2.0的四驱 其实对于紧凑型的SUV而言 2.0T可真的算是一个大排量的发动机 你要知道现在可都是一些小排量的发动机 2.0T基本上在BBA里面可都是终极SUV的这样的一个标配啊 包括二线航画品牌也是2.0T的这样的一个主流发动机 再说整个的动力表现啊 其实我觉得H6就像它的定位一样 它不是那样的过于激进的这样的一款紧凑型的SUV 也就是说它更偏向于实用 更偏向于家庭用户 所以说这几天试驾下来我也能感受到 其实这款2.0T加7档的14的双零克兵器箱 在起步的初段没有显得那么贼啊 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些 但是当它的速度起来以后转速 在晚上走一些以后的动力的响就特别的快了 所以说这款车的 在日常使用的感受就是 中段以及中控段的加速特别的得性应手 但是起步的时候要相对来说更加平和一些 那此外呢 我觉得第三代的H6在NVH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那我们开起来能够感受到正常巡航的时候 车里面还是非常安静的 那这一点对于乘坐的人员来讲 就非常重要了 而这款车配备的四驱系统 也让第三代的H6拥有更广泛的使用场景 那对于目前户外热的大火星来说 这款车真的太适合年轻人了 聊完第三代的哈佛H6 咱们再来聊一聊H6的国潮版 在H6国潮版的车型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经典设计元素 比如说龙腾式的LED大灯 还有凤雨流光式的尾灯 而前脸的隔山设计名字叫做松竹之势 听上去就很中国风 那这也体现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 谁说国外的月亮就一定圆呢 怎么样 你难道不觉得它也非常适合年轻人作为第一辆车吗 来再看一看它的内饰 H6国潮版的内饰主打的是数字化的热舱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12.3英寸的全眼镜仪表 和12.3英寸的互联制控屏 那这块互联制控屏内置了腾讯的TAR3.0的互联网智慧生态 那么它的功能性也很强大 点开屏幕你会发现微信 爱奇艺 手机互联等这些功能它都有 同时二级菜单里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智慧生态的一些服务 包括智慧加油 智慧洗车一点开以后 你就会搜索到离你最近的加油站 你实时离你最近的洗车的地方 包括停车场 要不说最懂中国人的还是我们中国品牌 当你光上到达 你会发现A16的国超版还配备了360的全景影像 这下功能真的非常的实用 它能有效的避免视线盲区所带来的危险 这款车配备了12个传感器 这些硬件设施保证了它能够达到R2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的功能 无论是车道保持啊 自信性选啊 交通标志识别等等 都能在国超版的车型上体验到 那10万左右的售价 在一台合资SUV上只能给你配一个屏幕 而在H6国超版的车型上呢 不仅能给你刚才我说的那些配置 甚至啊还有前排座椅的加热啊 方向盘加热等这样的一些配置 而且目前H6国超版购置税全免 要我说啊这车可真值啊 这一次拿到的H6的国超版的这一款车啊 也是一个2.0T的动力配置 同样配备的一个7档的试试的双离合的变速箱 这个2.0T真的我觉得就算是一个高功率的发动机了 它的最大的马力达到了224匹啊 最大的扭矩达到了385牛米啊 紧凑型的SUV哦 那这款车的百公里加速成绩是7.6秒 对于年轻人来说啊 这个动力肯定是有必要的 那在底盘方面呢 我觉得H6国超版做的也是很有质感的 同时呢它的悬架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对于大部分的细碎的振动和起伏都处理的很到位 非常适合日常的用车场景 如今呢汽车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交通工具了 那对于成百上千万的家庭用户而言 汽车更像是一个家庭 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一个缩影 那这个时候呢 家庭用户就会对一款车的要求变得更高 更加好开 更加好看 配置更高 更加安全 等等 那我身后的这两款哈佛H6的产品满足大家的需求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那么这两款车具有不同的个性化鲜明的特点 如果你对于新鲜事物感兴趣 对于时尚科技感更加的钟情 那么这一款第三代的哈佛H6一定满足你的口味 那如果你是一个形势稳健 作风不张扬的人 那么哈佛H6的国潮版 一定符合你的口味 还是那句话啊 买车不要买别人口中的那辆车 而是买你眼中的那一辆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燃哥聊聊车 那我们下期再见